海底一百层的房子 一艘轮船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 一个小女孩抱着羊娃娃站在船头 正要给海鸥喂食 突然,海鸥的翅膀撞到了羊娃娃 扑通,羊娃娃一下子掉到了海里 呀,天天! 这个叫天天的羊娃娃一眨眼 就沉入了大海深处 小女孩很喜欢天天 总是给她换各种漂亮的衣服和饰品 和她一起玩 天天也非常喜欢小女孩给她选的东西 天天被卷入了一团奇怪的泡沫中 外套,背心,裙子,鞋子 甚至头发都不知道被水冲到哪里去了 泡沫下面住着海塔 哎呀,吓了我一跳 你是谁呀 我叫天天 请问你见过我的衣服和头发吗 哦,刚才确实有一些什么东西沉下去了 这栋房子有一百层呢 加油哦 呀,宝宝生下铺的就是我的头发 这样啊,真不好意思 请问可以用海藻做你的头发吗 宝宝已经睡熟了 没办法,只好这样了 头上顶着海藻的天天 从房子的第十层向下游去 咦,住在这里的会是谁呢 请问,这里是海豚的家吗 是的,这栋房子每十层住一种动物 你看你看,这条裙子漂亮吧 我刚刚找到的,这是我的裙子 可是,看上去它很适合你 作为交换 我送你一条银色的鱼鳞裙吧 天天到了房子的第二十层 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 住在这里的是海星 那是我的项链吗 真的吗 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呢 用我的星星项链跟你交换 怎么样 我们正在练习舞蹈呢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跳舞 天天到了房子的第三十层 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 住在这里的是章鱼 哎呀,我的背心破了好几个洞 咦,这件背心是你的呀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 不如你在我这里选一件 你能穿的,我送给你吧 呀,海上来了 噗 啊 周围一下子变得黑漆漆的 天天到了房子的第四十层 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 住在这里的是海马 尾巴 尾巴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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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预备 不是吃的 那请进吧 呀,你的房间好漂亮啊 咦,那个不是我的挂包吗 原来,这个挂包是你的呀 作为交换 作为交换 我把这个扇背包送给你吧 天天到了房子的第六十层 住在这里的会是谁呢 住在这里的是水母 呀,欢迎欢迎 这里有茶和点心 请慢用 你的手好长呀 我可以用这个透明斗篷 换你的外套吗 太棒了 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 海里的小公主 天天到了房子的第七十层 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 住在这里的是螃蟹 要想从此过 就得赢了我 石头 剪刀 不,我赢了 作为你送给我的蝴蝶结的回礼 我把这个送给你吧 多谢多谢 从现在开始 我也变成海盗了 天天到了房子的第八十层 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 住在这里的是安康 这个手镯真漂亮 我把这个送给你 咱们交换吧 哎呀 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真好看 好美呀 这是海里的圣诞树吧 是啊 大家正忙着装饰它呢 天天到了房子的第九十层 住在下面的会是谁呢 住在这里的是寄居蟹 你好 你见到我的帽子 呃,我正在换衣服 请不要偷看哦 哦,对不起 只剩下帽子 还没找到 原来那是你的帽子呀 你去一百层那里找找看吧 马上就要到第一百层了 住在第一百层的是一只很大很大的寄居蟹 你是谁 来这里做什么 我叫天天 是从轮船上掉下来的 我的头发和衣服都被水冲走了 我一边找东西 一边来到了这里 现在只剩下一样东西没找到了 请问你见过我的帽子吗 难道是这个 天天低头一看 他的帽子正静静地扣在海底的沙滩上 啊,就是这个 这就是我的帽子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我不能还给你 啊,为什么呀 寄居蟹轻轻地掀开帽子 一只小寄居蟹从里面探出头来 实在对不起呀 这孩子特别喜欢这顶帽子 怎么都不肯放手 原来是这样 没关系,没关系 这顶帽子就送给你了 要好好爱惜它呦 太感谢了 那我把这个送给你做礼物吧 天天得到了一个漂亮的海螺 他把它戴在了头上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小主人的身边 不用担心 海里的朋友们会帮助你回到小主人的身边的 这件事就看我们的吧 天天的身后响起了大家的声音 嗖嗖嗖嗖 天天和海里的朋友们一起朝着轮船游去 在轮船上 小女孩一边哭鼻子 一边寻找天天 突然 天天 砰的一声 从海里弹出来 出现在小女孩面前 吓了她一跳 小女孩紧紧地抱住天天 仔细地看着她 天天 你变得更漂亮了 出现在小男孩的身边 那些客人会 淋乱 小女孩的相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